那我們在五月這個中旬的時候 發生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那不管是萬華 獅子王 大家 其實大家都蠻做 做得很好 而且這個人民也配合得都相當好 所以幾乎等於自動封城一樣 那但是我們萬萬沒想到 就是說科技業認為 一向認為說管理會比較好 所以所以這一塊也沒有記起 當年新加坡的一個經驗 那大家 每一家 大家對移工的管理 其實都有相當的用心 那萬萬沒想到這裡產生了一個破口 其實這個破口 我記得當年的薩斯的時候 也曾經對 也上癮過一次 那這次這樣破口以後 我在想政府的動作也很快 我想金銀 金銀電子已經全面篩選嘛 那臺灣市政事長也打了個電話給我 這樣 面臨這樣的情況 當然如果一家一家去檢 可能 可能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認為說是不是在這幾個工業區 我們重要工業區 比如說華雅 龜山 這幾個光陰 都由政府來設大型的 你那邊算龜山嘛 對 我們算龜山嘛 我是在龜山還有華雅 那來設大型的篩檢 篩檢這樣 我是跟他表示這是非常好 那現在鄭市長也進一步說 這個反正一百個人以上的這個 有移工的部分 全部要來篩選 包括我們公司在那 他們都已經都接上線 那真的非常感謝市政府這邊的動作 非常快 那企業本身 我們也積極在做這個 已經 已經都都做了 就是讓他分舱分流 那不同班的 不會去糞機 那因為移工 其實在平常 你沒事就沒事吧 那其實上班是在個別的公司 其實下班以後 那就不一定了 因為他們大家同文同種 他們也需要有這種 交易 交易嘛 所以所以所以有時候 這個就比較難控制 但是現在我們除了分張分流以外 也規定晚上不准出去做這些活動 那對足跡都要做一個交代 你知道嗎 那到目前來看 還相當有效啦 所以你們沒有任何確診病例 對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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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也期待 這個市政府這邊 那馬上就要全部篩檢 全部所有的移工會會篩檢 那其實移工篩檢這本牢呢 也應該列在這個 那還好這個疫苗也陸續進來 那疫苗進來以後呢 我相信政府在對於這些重要產業的 這些現場工作人員 應該會給予相當的一個 台灣這次大概落差一兩個月 就變成你那個在清房不借的階段要忍著熬住 所以企業在這裡的管理 真的是要非常的到位 要非常的到位 那剛剛市長在講說封城 或是說我們如果半導體業 有發生任何一個廠是封場 像清煙店這樣封場 這已經影響很大 你看他站了三點 他兩天就受不了了 對 這國外就受不了了 所以這這件事情對台灣來講是很嚴重 因為我們是以出口導向的工業 的一個國家 一個工業島 對 那不像紐西蘭 澳洲 農業 農業的 這個就比較那種對外的影響會比較少 那我們對全球的供應鏈 這方面的影響真的是太大 對 所以我們期待 感覺那金煙店的事情已經在收口 已經被控制住了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是可以真的在很短時間內把這個破口趕快把它補起來 那基本上當然半導體業因為他的環境的管理各方面是比較嚴謹 所以這個隔離方面也會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希望不要有擴大這個情勢 我想這個你談到這裡 我們要特別從這一次因為漢星的事件來引發大家對第三代半導體的高度關注 先請陳董來幫我們把這個什麼叫第三代半導體 你知道這裡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演進的過程 從第一代 第二代到第三代 那臺灣其實我們在原來細的這一塊 比方像台積電這種半導體 臺灣很強 但是到原來三五族那個到第二代的時候 其實臺灣對那一塊沒有很重視 我貌算第二代裡面最強的 所以既然訂到第三代以後 現在看起來這塊好像很難 我看黃明錡的漢也已經努力十幾年了 但是你很難看到什麼太明顯的這個成果 那先請陳董來幫我們先解釋一下 從第一代到第三代 然後等一下回來我們請黃這個莊總 來跟我們把現在的第三代半導體兩岸的現在的較勁 到底現在的呈現的態勢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先請陳總 陳董來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第三代半導體 我想第三代半導體是大家比較方便的一個分類 其實應該來講 他們之間並沒有完全的取代關係 那應該講說有三類半導體 目前為止 第一代我們講第一類就是細半導體 那細半導體它被主要的應用都是在運算 對 運算方面或是儲存方面 或是有一些感測 對 那第二代的半導體 第二類半導體就是商務族 對 商務族當時是以生化家為代表或是英靈化家這些 對 那這個主要是在作為資料的傳輸 跟資料的移動 那你運算好之後的資料你要送出去 對 或是外面的資料 你要收進來 運算嘛 所以這裡扮演一個神經的角色 神經輸送的一個角色 這是在第二代半導體 那所以其實第一類細跟化物半導體其實相輔相成的在完成這個任務 那到第三代半導體 因就是我們都通常講就兩個元素 一個氮化 一個氮化 氮化家 一個氮化氮 氮化氮 一個氮化氮 氮化氮 那這兩個東西呢 因為他既有可以抗高壓 而且他的速度也快 那又可以耐高溫 同時他對於氮離輻射線 他也可以比較不那麼敏感 所以他就很適合用在更高速的這個傳輸 或是甚至包括太空 人造衛星的環境 他高低溫很大嘛 那有那個氮離輻射線也很多嘛 然後他可以用比較高的電壓 那太空或是大型的基地站 那甚至還有還有所有這些 這個Router 甚至這些需要比較快的 那甚至將來物聯網IoT 這個車聯網都都會應用到 那當然剛剛社長也講 因為大陸也是公開宣示 他們要花10兆人民幣 那麼在第三 剛剛講的所謂的第三代半導體 因為第三代半導體 第一個剛剛我講到就是他牽涉到太空 牽涉到雷射 雷達 對 牽涉到進攻 所以除了民生的需求方面會影響很大 會進步 對 好 需求 那在國防這方面也影響很大 所以變成國家的戰略物質 所以大家都很重視 那大陸在剛剛講的第一代 第二代 因為落後了這個在世界上落後了這個其他國家 所以他們所謂的超載 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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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量投資這個這個這個 的確 我的了解也起了相當程度的成果 那至於在RF 因為我貌定位很清楚 我就專攻RF這一塊 那至於RF這一塊還好啦 那也是也是如社長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在最前端的這個設計 跟漲這個金棒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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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trade的這個這個部分 比起來臺灣真的現在比大陸是是落後 那製造這一塊因為有文貌 在在這邊我們也做了十幾年了 三年前我們就已經真正量場 廣化在供應市場的需求 所以這一塊他們是我們可以講說是領先他們 而且文貌現在跟歐美技術也蠻接近的 那在應用 應用這一塊呢 又是大陸用得 用得多 他是大市場嘛 因為這個大基地台啦 包括人造衛星 當然人造衛星 包括美國這個SpaceX 現在是走得蠻前面的 那當然文貌也是在他的供應鏈裡面 所以目前的情況大概是在RF方面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但是有一點隱憂就是說剛剛講 他們砸了這麼大的錢 而且我們兩個地方 臺灣跟大陸我們在對智慧財產權的認定 認定跟態度是不太一樣 對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一定要憑自己的實力去演化 那大陸他可以得到國家資源的全力的support 等於演化會員國家會幫他處罰 然後再加上在技術上 他們比較沒有太多的固執 所以追趕的速度我認為也相當快 當然到目前為止還是還 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我相信 不可輕忽 對 不可輕忽